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最近大家吵得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iPhone5是不是可能会在9月的中旬进行一个发布 那很多人基本上都已经明确了 iPhone5的它的大小大概是4寸这个样子 那么宽度几乎不变,那长度会拉长了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奇怪的一个造型啊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新点 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 我前一阵子发了一条微博 说自从乔布斯走之后 我预测可能iPhone或者Apple这个公司很快会走下神坛 为什么呢 因为在iPhone iOS的抄袭上面 Google做得非常好 Google现在操作系统跟iOS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那么在机器的这个外观和设计上面 三星抄得非常好 三星现在的外形跟iPhone越来越近了 所以呢 苹果想要保持它这样的一个教主或者长足发展这样一个地位 就一定要继续的进行这样一个创新啊 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些创新 但是苹果现在没有乔布斯这样一个人 可能这个创新可以取得的成效 微乎其微啊 我个人认为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从操作系统上面被Google赶上了 从工艺设计上面被三星赶上了 那么好 下一步苹果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是走下神坛降价啊 期待在可能要不了多久之后啊 我们的iPhone也能两千多块钱拿一步啊 两千多块钱拿一步 当然这个对我们也不一件都是一件坏事 对不对 就是就是要群雄歌剧啊 三足鼎立 这样子这个市场才会热闹吧 这个市场才会热闹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 那么之前跟大家讲解了我们的GNUD的基本开发环境 我们讲解了一些包括我们的GCC 以及我们的GDP的这样一个调试 那么这样子就够了吗 够不够 我们来试图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个程序 从编写到最后发布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来一起来分析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程序 一开始是不是先进行edit 编辑 那么这个编辑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在我们那个下面是由vi来完成的 那么原代码文件编辑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单个文件的 single的这样一个编译 compile 单个比方某一个c文件的这样一个编译 无论是把它编成了链接库 或者编成别的 反正最终是编成一个目标文件 那么在这个过程 我们是用GCC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完成了之后 一个单个文件 我们知道它是不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程序的 所以其实我们正常的商业程序 是不是都是由很多很多文件所组成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 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完成这样一个多个文件的组织 我们就称为项目 project的这样一个编译 或者叫make 在第二倍里面 在donate里面 这些都叫做make 都叫做make 好 那么这个是由哪个程序来完成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make这个程序来完成的 那么make这个程序 它是要有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在我们donate里头就是项目文件 在我们的make list里面也有相应的项目文件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Linux开发里面 它的这个文件叫make file make file 而如何去编写好这样的一个make file 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进行学习的 然后当这些生成我们应用程序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安装发布 就好像我们在windows上面 大家写一些文三二程序 是不是最后要用install share 来进行一个打包啊 进行一个最后的安装包的这样一个制作过程 那么这个在我们这里是通过什么来完成呢 也是通过我们的make 并且结合着一些其他的工具 比方说autotour来进行完成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Linux下面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过程啊 在第三步和第四步 我们其实都离不开我们make程序 make程序也是一个gnu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学习一下这个make程序 为了更清晰的了解到make程序是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个downet的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个downet 我们随便的建一个项目吧 就叫winform application1 ok这里面有一个cs文件啊 有一个cs文件叫form1.c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项目 项目的配置文件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当然就是原代码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来进行编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它的项目文件 这就是我们刚刚这个winform application1 这是它的工程文件 一个工程会是把多个项目集合在一起的 这是更大一层的封装 我们直接来看项目文件就行了 我们用一个记事板打给它 我们那个叫form1 或者叫.cs吧 我们直接查后缀名 ok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在它的这个项目文件里面 它是不是就指定了我们要编译哪些文件 包括要编译form1.cs 它的一个类型 然后这个我们又要编译form1.designer.cs 就有两个cs了 这都是它的原文件 对吧 cshop的一个原文件 那么这个原文件又依赖于我们的form1.cs 这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在组织我们一个 由多个原文件所构成的一个复杂项目的 在编译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编译的条件及关系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工程管理工程管理文件 对吧 ok 那么在我们Linux下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工程管理文件呢 有的 而且是通过谁来做的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make 这是通过我们的make来做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 我们在编译cc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makefile 大家看 有这个makefile这个文件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刚刚的这些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刚刚看到的 donate的这个工程管理文件 工程管理文件 这个只不过是我们下面要学习的 在Linux下面的这样一个工程管理文件 那这些代码看起来很复杂 我们看头云眼花 对不对 但其实没有关系 万变不离其宗 再复杂的东西都是由简单的事物所构成的 那我们下面就是要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 那么我们要去研究好 研究好我们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当然还是离不开 因为make也是根路的这样一个程序 对吧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到make make这个程序去查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make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很好的 很好的去学习好我们的这个make呢 我以前给大家讲那个高级课程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法宝 就是官网加书籍 再加圆码 那么我们在这里官网可以看到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有一个documents for make 直接打开看一下 那么圆码呢 当然我们就直接把它下下来看就行了 直接给它把圆码下下来看 那么 大家可能会问 可能还有一些书籍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在学习它的时候 我在学习make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学习什么书籍啊 就是看官网的这些资料就足以 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看完 因为我们会发现 根据28理论 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两成 80%的用途 我们就可以用这两成的命令来完成 所以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常常用到的也就那两成 那么如果说不会的 我们再到官网来去查询 这样一些资料就行了 这个也很简单 大家看这里有很多的例子 很多例子 那我们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我自己都没有看完 大家关键是要知道方法 好 那么这个make怎么来使用呢 那么其实从官网的资料 我们就知道 make它的使用 包括我以前给大家演示 就是在我们的程序的当前文件夹下面 有一个makefile 有个makefile 然后你在运行make这个命令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去读取当前文件夹下面的 去找这样一个makefile这个文件 然后去执行makefile里面的内容 来来完成相应的事情 那么下面我们无非就是要去研究的 怎么去写这样的一个makefile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演示 看看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过程 比方说我在这里写一个demo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有三个c元的原代码 第一个是main 我们看一下main.c 那么在这个很简单了 就是读取我们书的一个参数 然后调用两个方法 一个叫function1 一个叫function2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那么这两个方法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func1和func2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func1它返回的就是这两个参数的和 func2呢 同理啊 func2 反回的就是这两个参数的集 就是这两个参数的集 那么好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正常去使用它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正常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根据这三个编译成一个main 或编辑成一个程序 那么我们会怎么样来编呢 就是main.c 再结合func 再结合func2.c 最后输出一个原代码 比方说我们叫main 这样的一个东西 忘了加一个扩展名了 我输出一个hello吧 好 大家看我是不是就输成功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三和五 大家看就打出了它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删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写了一个makefile 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makefile是要大小写识别的 你可以守这么大写 或者所有都小写 这样子的 都是支持的 这两这两个makefile都是支持的 但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 它就我们的make程序就不识别了 某种情况下就不识别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 我们看不懂 反正大概就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配置 好像跟我刚刚的那个差不多的 那好 那既然说差不多 我们来运行一下make 看管管用 大家看是不是管用了 而且生成了一个hello2 我们看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3 5 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至此我们就知道 原来一个程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你会写成那个样子呢 到底为什么你会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就要来深入的去学习一下 我们的make makefile的这样一个编写 那么makefile我们刚刚说了 它的作用啊 作用主要是什么样子呢 作用 其一我们说是工程文件组织 组织工作 包括编译成复杂的程序 但是其二 其实它还是有 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功能 就是安装我们的程序 还记得一件事吧 还记得我们当时 我们在这里make完 我们之前在装程序的时候 make完了之后 make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执行了make install 对吧 这其实也是由我们的make程序 然后他就查找了makefile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还有那既然有install 是不是就有uninstall uninstall 对吧 那么后面我们都要去学习 那么就是安装及卸载 卸载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序 好 这就是他们这样一些作用 这些作用 待会我们就会给大家都会一一的去讲到 去一一的去讲到 下面我们正式的来学习一下makefile的这样一个编写规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刚刚类似的啊 类似的这样一个代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样一个样式啊 首先我们在第一行 和第一行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就是hello hello就是我们 我们能猜想一下啊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输出 对吧 就是一个输出 然后冒号 后面跟了几个文件 目标文件 第二行 我们一看第二行 好像就是我们一条gcc的命令 对不对 第二行就是我们的gcc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makefile里面 是由若干条的规则所构成 比方我们一个makefile文件 makefile 由若干条的规则构成 比方说这个地方有个入一 然后接着就入二 然后就入三 这样子 那么每个规则呢 每个规则 每个规则 又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什么样呢 我把它弄 copy过来 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首先是目标 target 然后是我们的依赖 就pre-requested pre-requested 那么这个依赖 也就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输出 必须要依赖这些文件 那么下面第二行 这个地方注意啊 第二行有一个缩进 这个用tab进行缩进 就是完成这个操作的 值具体执行的这样一行命令 那么这个整个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的规则 也就是说规则是由我们的目标 依赖和命令所构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个 那么这里整个就是一条规则 对吧 那么它的目标是谁啊 目标就是我们的hello 目标是输出我们的hello 那么 依赖是谁呢 依赖就这三个文件 这三个目标文件 那么如何达到了通过这些依赖 生成了我们这个目标呢 就极死 就是调用了下面的这样一条命令 调用了下面这样一条命令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这些目标文件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写 还可以继续去写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展示 我们把现在的给删掉 这几个原代码就不用说了吧 main调用了function一和function二这两个原代码里面的一个方法 各自的一些方法 那么好 我们现在就要编写一下makefile 大家注意啊 这个用这种方法makefile 或者小写的makefile都可以 但是这个f可不能大写 某种情况下 那我们我们习惯的规则是这样子啊 手字母大写 手字母大写 那好 我们就来编写一下 首先我们建立第一个规则 建立第一个规则 那么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的makefile里面 用警号来代表注释 createforest rule 好 那么这个规则如何建立呢 我们要记得这样的一个格式 目标依赖和命令 那么目标也就是说输出啊 输出 那么我们要输 最终要输出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hello 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它是依赖于哪些文件的呢 依赖于我们main.c 然后还依赖于我们的funk1 点 还依赖我们的funk2 点 然后好 我们下面如何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就要执行一个命令 对不对 gcc main.c funk1.c funk2.c funko hello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就是我们最最简单啊 最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makefile文件的编写 那么第二行和第三行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试一下 保存 make 好 那么make了之后呢 它会回显我们这条命令 对不对 会回显这条命令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生成了 果然已经生成了 对吧 果然已经生成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来做一点修改 因为刚刚只是非常简单的 谢谢你 请请请请请请